距离自由市场开放日越来越近了,不少大排球星的最终去向问题,将会在最近几天越来越清晰,考虑到当下的NBA已经暴团风盛行, 所以任何一名大排球星最终去处的确定,都有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自由球员上的最大排球星詹姆斯在近日快船队与其财队完成小里福斯与哥塔特的交易之后,胡人队汉将库兹马认为这或许是联盟大交易的开始,而需要关注的是,根据沃深透露,胡人队心仪的全能汉将保罗乔治,已经通知雷霆队跳出合同, 从而成为自由球员,保罗乔治是受限制合同,他跳出合同之后,即意味着他正式进入到自由市场,保罗乔治成为自由球员,胡人队起有意义 而保罗乔治成为自由球员之后,胡人队与雷霆队,很可能是最有可能得到他的球队之一,根据之前的消息员透露,保罗乔治渴望回到家乡洛杉矶打球, 但是也对重回雷霆队,继续与雷斯布鲁克联手持开放态度,而火箭队等球队,同样也对保罗乔治有益,火箭队与雷霆队都有益 保罗乔治不得不提到的是,火箭队的速迪,本赛季的总冠军球队勇士队,同样没有放弃在自由市场上的补强机会,根据勇士队记者Marcus Thompson的消息报道,杜兰特和德拉蒙德格林,都已经在招募加马尔克劳福德了,而勇士队核心库里,也希望克劳福德能够加入,需要关注的是,克劳福德最善, 长的是打3加1,他是NBA历史上,打进4分球最多的球员,生涯一共投进了51次4分球,远超库里等3分神射手,4分王贾马尔克劳福德同时,贾马尔克劳福德赖以成名,是他的背后运球,以及胯下运球变向和犀利的突破,经常让对手手足无措,贾马尔克劳福德还是NBA著名的得分手,曾多次砍下过, 50多以上的得分,并且多次入选最佳第6人,而不得不提到的是,贾马尔克劳福德,还曾为勇士队效力或,克劳福德与尼克扬,如果勇士队得到了贾马尔克劳福德,他们的实力将会继续提升,贾马尔克劳福德功强手弱,但是在勇士队的体系之下,他的个人特点会最大限度的得到发挥,并且能够很好的弥补尼克扬, 离队之后的空缺,克劳福德曾经是勇士队的一员,与此同时,卧神还在今日爆料出步行者队,有意得到自由球员阿龙戈登,阿龙戈登目前为魔术队效力, 但是在他进入自由市场之后,受到了多支球队的关注,根据后续的消息源透露,独行侠队与太阳队也有意争夺阿龙戈登,对于阿龙戈登而言,他曾经表示渴望顶新续约魔术队,那么,这四支球队导致谁会得到阿龙戈登呢? 阿龙戈登被多对空抢不得不提到的是,阿龙戈登身体素质劲爆,曾经参加过扣篮大赛,让人印象深刻,而阿龙戈登其实在其他方面也做得很不错,扣篮的天赋掩饰了他的全能性, 在2017年11月30日,魔术主场121比108战胜雷霆,阿龙戈登,得到40分15蓝板4助攻4抢断,他成为了魔术队队是第一位单场,至少得到40分15蓝板4助攻4抢断的球员,甚至超越了曾经为魔术队效力的NBA名租奥尼尔与火箭队就将 想要让人印象深刻,不定是最想要很想要,阿龙戈登,不定是最想要的,阿龙戈登在加州,阿龙戈登,得到原来也许不兴闻人数计则人数据算计则人数据算计则人数据来的杯子,阿龙戈登,不许不闻人数据算计则人数据算的一对她的代表,则人数据算计则人数据算计则人数据算分数据算的一对 arts,阿龙戈登,不定是特别的吗?